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起射击比赛 一方面运动员需要有一个绝对安静和有秩序的环境来完成比赛 而另外一方面 由于涉及到真枪实弹 所以整个比赛当中安全两个字也是重中之重 那么接下来我就带各位到场馆里面去转一转 体会一下与安全和秩序有关的细节 北京射击馆位于石井山区 建筑面积4万多平方米 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射击场馆 2008年奥运会期间 在这里将举行步枪手枪以及飞碟等10个项目的比赛 共产生15块金牌 在射击馆进行的所有比赛当中 步枪手枪等项目是在场馆内进行的 而飞碟比赛的场地则设在场外 我们将带您进行全方位的体验 那么小萨又会带给您什么样独特的发现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是北京射击馆飞碟靶场的这个比赛场地 呃 这里的环境当然没得说了 在山脚下给运动员创造了一个极为良好的发挥的条件 那么这样一个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飞碟射击决赛的场地 所以现在我的这个体验的机会非常难得 我站在的也许就是这个不久的将来 北京2008年奥运会飞碟射击冠军所站的位置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运动员在训练过后 留下了很多这样的这个弹壳 首先飞碟运动员训练后留下的弹壳 引起了小萨的关注 打飞碟顾名思义 射击的目标是移动的物体 难度可想而知 那么您能想象到 从这个枪筒里打出去的是子弹 还是其他碟的东西呢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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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种飞碟 飞碟的应该是 就是一种粉状的东西 打中飞碟之后 这个粉扩散 应该是这样 黄教练 这个打飞碟跟那个在管里面打那什么气步枪什么的不太一样 对 不太一样 这个子弹是 里边有24颗 我看这个弹头够大的 类似就是小米似的 大概其有将近300粒 实际上它打出来的不是一个弹头 对 不是弹头 实际上是一片 就形象的跟观众讲 打出来的是一坨沙子 对 是吧 对 一坨沙子 一片沙子 打出去以后在一定的距离内 它扩散开来 对 扩散 这其中如果有沙子 击中这个飞碟的话 飞碟就算了 三粒左右 三粒左右 就可以把那个飞碟打碎 探究完了这子弹的秘密 接下来小萨又有了新的发现 您瞧 这个飞碟飞出去也就是一闸一闸的攻击 那您知道 这些飞碟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控制的吗 就有机器控制的呀 跑里头有一个人用那个机器控制的 不 不 肯定不是声控的 应该有机器 机器控制的 飞碟的鼓赛 它这些全是声控制的 它这喇叭 它不是人工控制的 运动员准备好以后 抱好 好 它就出把 你一说话 它就出去了 好 还真是 正因为飞碟是声控的 所以在比赛中对观赛的观众也有了特殊的要求 所以后边的观众如果一喊 他要看得高兴了 观众一喊好 跟看足球一样 就这出去 那就影响运动员 那换句话讲 如果确实是因为观众喊了 这个把飞出去了 运动员没准备好 没打着 算谁的 这个就看裁判了 当时裁判如果说 如果说运动员 瞬间他又报好 但是观众也喊说 抢了一下 运动员 这就破坏运动员的准备成绩 所以说确保安静 观众的秩序 对运动员来讲 已经不仅仅是个心理的影响 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运动员的成绩了 对 射击运动 观看的时候也需要激情 但是需要观众把这个激情理性的在心中压抑一下 除此之外 面对着开放的场馆 面对着飞出去的几百粒沙旦 面对着坐在现场观看比赛的观众 小萨想到的 自然就是安全问题 当然比赛时候它也有安全规则 比如说这枪 把那枪拿来 比如说像这个枪 这枪是两发装两发子弹打 装两发子弹打 那么运动员在规定的时候 这左右百度不能超过45度 是确保后边的观众这个安全 如果你的枪口你拿过了这里 这材料 这是安全过程 不光是说观众安全 包括对运动员本身要求也很好 你看 我发现这个枪上有一个细节 就是每一把枪都有自己的编号 包括使用的运动员的名字 就是专枪专用 专人负责 像你这枪一般没经过允许是绝对不能交给别人手里的 对 没错 所以此刻我能拿着已经是相当不容易 你能拿着 不是 都经过安全那个通道 都同意你拿一下 是经过特殊基准我才能拿到枪 否则的话 这个运动员那枪是绝对不会随意的交给任何人 这也是为了确保安全 好 差不多 方向是对的 谢谢 谢谢 这种体验真是太难得见了 非常希望在我所在的这几个把位上 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有一位咱们中国的运动员 能够站在奥运冠军的里面 体验完了 设在场外的飞碟场地 接下来小萨将带您走进 气步枪 手枪等项目的比赛场馆 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射击馆 资格赛馆的十米射击馆 2008年8月9号上午 北京奥运会的第一个项目 女子十米气步枪 就要在这里开赛 由于这里将举行2008年奥运会的首场比赛 因此射击项目也成了众人瞩目的交流 中国射击队 在中国体育代表团中 一直有着金牌之师的名誉 在历届奥运会上 成绩都非常突出 中国女子十米气步枪选手杜丽 曾经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 战胜对手一纸有怪 同样在男子十米气步枪项目上 80后的年轻选手朱启兰 在2004年首次参加奥运会就夺得了金牌 她的自信和率真也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也正因为中国射击队拥有着这些实力派的运营员 名字 除了运营员之外 射击比赛还照顾到了所有的观众 尤其是观众看比赛的安全问题 我们也设计了很多细节来保障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请场馆团队的负责人给大家介绍一下 刘老师你好 你好 刚才我们说到观众在看射击比赛的时候 有可能也会碰到安全问题 这样的安全问题有可能是哪方面的呢 我觉得观众都比较担心什么榴弹问题 他可以看到这个电子把背后这个墙柄 它的设计就比较独特 这不就是木头的吗 你看了是一层木头 但是它后面还有一层钢板 钢板后面还有一层木头 就是它用两块木板 中间加了一个钢板这样一个设计 那么这个表面这个木板呢 它的其实作用就是能够吸附子弹 防止跳弹 那么当中的钢板呢 它有防止子弹的穿墙 所以这样的设计是就是说非常的安全 不过大家大可不必担心 能够站在这儿打奥运比赛的选手 拖把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但是从设计的角度来讲 所有的细节我们都考虑到了 就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谢谢您 其实啊 这只是一个资格比赛场馆 那么运动员在这里打完资格赛以后 还要前往决赛场地 去拿属于他们的金牌 好了 我们现在这就离开了资格赛的场馆 前往决赛馆 现在我所走的这条空中走廊 可是有讲究的 这不是谁都能走的 真正比赛的时候 每场比赛估计也就六到八名 能够有资格进入决赛的运动员 才能从这儿走 为什么要单独给运动员留出一条走道呢 因为在这个射击比赛的过程当中 运动员和观众的这个流向是有学问的 运动员携带着自己的枪支 子弹要尽可能的减少和外人的接触 否则就会有隐患 所以说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 一般观众都是在下面这个区域 穿梭于两管之间 而运动员走这样一个单独的空中走廊 一方面可以有效的跟观众分离开来 另外一方面这样一个独立的空间 你别看跟观众就隔了几十米 但是这种相对独立性 使得一个射击运动员可以借用这个机会 好好地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打完了资格赛 走上这条金牌大道 谁能够在这儿把心态调整好 胜利就有可能属于谁 我们在这看到了一个极为熟悉的面孔 这是属于他的领地 你好 杨玲是一位来自北京的小伙子 主攻射击移动靶 杨玲也被称为最年轻的奥运会射击冠军 1996年 2000年两届奥运会上他都夺得了金牌 他对自己的评价是 一个在比赛中能够超准发挥的比赛级选手 2008年虽然杨玲不会以一名运动员的身份 出现在比赛的场馆 但是他会用另外的方式 继续被2008奥运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如果不是作为运动员的话 在本届奥运会上 您也会参与到奥运的比赛 首先我现在还是会召回国家队 现在也是为国家水平队来做一些服务工作 那么再有到时候我在奥运会期间 也会去做解说 2008奥运会是在自己的家门口执行 这种赌场作战 虽然给中国运动员提供了不少的便利 但是对于射击运动员来讲 杨玲却提出了 在这些优势的后面 他们还将面临着一个新的套战 其实有一种叫母语干扰 母语干扰 对 因为是我们听中国话 这就是自己的母语 比如我非常熟悉的一个教练 或者朋友或者家人 在后面说话的时候 我非常敏感 哪怕他声音很小 都能被你捕捉到 但如果后面都是外国人 说外语 可能那种干扰对你还不太大 因为我不会在意 对 尤其是母语 就自己的语言 你比如说你要是正在比赛的时候 突然后面有一个你熟悉的中国观众 他说一句 哎呀 这枪没打好 完了 很有可能就因为这种话语 那么最后让他起这种心理变化 那么这枪控制不住 那就麻烦了 所以这个一方面是让观众 那么希望他们去文明的观赛 现在 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运动员 从运动员的角度来想 那么我们尽量的把这个看得是正常的 有抗干扰 对 专家跟我们说 这个射击馆创了所有比赛场馆当中的一个之最 那就是最安静 不过到时候比赛的时候 这里会坐上一千两百名的观众 再加上那么多的媒体记者 还有相关的工作人员 还能不能够保证这样一个安静的标准呢 很难说 不过我们期望的是 每一位观众到这来 不仅仅要给我们的运动员鼓励 更要用自己的文明观赛的行为 给运动员创造一个拿好成绩的环境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 电视期前那些此刻已经买好了 射击比赛门票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您知道作为一个观众 如果到现场看射击比赛的话 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首先要安静 我觉得应该是 不要影响运动员的情绪 所以这个最怀宝 不要随便 随便那些东西 比如说我问你一个具体的问题 如果那天比赛 你把招神机带进去了 我知道这个会影响运动员 如果招神机带进去的话 能不能使用 如果能使用 怎么使用 我觉得就是在 开那个 晒光灯 抢达了 然后还有那个手机要震动 观看射击比赛 注意事项 一 减量保持安静 手机设为震动 二 减量不要带应用而观看比赛 三 不要用闪光灯 北京奥运会是体育的盛会 也是一次中国人整体形象 精神状态 道德水平 文明素养等全方位的展示 早在2006年 中央文明委 北京奥组委和首都文明委 就组织开展了 赢奥运奖文明树新风活动 2008年7月14日 文明观赛微笑承诺活动 也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 这些活动为营造热烈 文明有序的奥运赛场氛围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刚好今天啊 北京有一个这个志愿者 拉拉队的一个 这么一个培训活动 所以我们也有机会 能到现场看一看 奥运会召开的时候 咱们的文明拉拉队 到底是什么样 你看他们的装扮都很统一 从服装到道具 甚至包括脸上贴的这个小国旗 确实是一个非常有精气神的整体 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 我们万众一心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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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有力量 冲冲冲 来 孙老师你跟我们来一起 这是我们推广的手势 奥运加油 中国加油 来 开始 奥运加油 中华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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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文明观众拉拉队的作用呢 主要是调动 示范 示范 引导 控制 测试赛的时候 他们就咱们这些拉拉队员到了现场以后能感染周围的观众吗 能啊 但是能真能一起做 能能呢 就是算往上您到现场瞬间就会跟大家做起来 一动作简单 它旋律规整啊 非常的有气势 但是咱们的加油不可能只给中国运动员吧 我们口号也可以这样喊 奥运加油 运动员加油 这印度营加油呢 它就涵盖了所有的奥运奖儿 反正加油加油 能在世界范围内落度 对 这样的话 开完奥运会 全世界人都知道了加油这两个字 这将是一个大品牌 对对对 谢谢您 我们期待的 谢谢我们所有的拉拉队队员们 谢谢 好 我们从这个设计馆走到了咱们拉拉队员们中间 通过今天的这个体验啊 让我们感觉到一场精彩的比赛 它的决定因素是很多的 既有场馆的设计 秩序和制度的保障 有运动员的发挥 更有咱们的观众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只有当我们把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到 照顾到 才能真正给全世界呈现一场精彩分成的奥运会 欢迎你 为你开天啤地 有动众的美丽 充满着朝气 美景欢迎你 在太阳下奔向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